想想办法把爸爸门娃来袭,更有缩小版期微在此。 这几年,亲子类综艺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从爸爸去哪儿,到妈妈是超人,从爸爸回来了,到放开我baby,门娃节目是一个接一个的来。 这不想想办法把爸爸要来了。 由爸爸去哪儿的导演谢迪奎众出江湖再次操刀的亲子综艺已经录制完成了。 虽然和爸爸于哪儿是一个总导演,但节目的表现形式完全不一样。 这一次是明星母妈妈离开家后,明星爸爸带着萌娃去找妈妈。 节目请来了李承轩和女儿Lucky,黄冠中和女儿黄英,曹帅和儿子曹浩轩,彭天明和两个儿子红大人彭靖熙,以及陈凯歌的儿子陈飞宇来带素人的孩子。 看了节目的预告,刀妹的目光顿时锁定到了七哥的女儿身上。 七威的女儿Lucky一出镜客视力马上热搜。 不管是脸型五官还是身上的鬼精灵技,简直是七威的缩小版。 连爱美的心都一模一样。七威化妆的时候Lucky的小眼睛一直盯着七威。 夸完妈妈你好好看就开始想拥有妈妈的化妆品。 节目组做采访的时候问Lucky长大以后想做什么?Lucky做化妆品。 未来的魅装博主Lucky安排上了。 节目组问爸爸妈妈叫什么?Lucky说妈妈是七哥,还强调七哥是女的。 。 这一版一言可真的像七哥。 除了被认证成缩小版七威,还容登表情包一届之味。 小眼神李满是机灵可爱。倒昧都想醉倒在这位小宝贝的酒窝里。 还有朱英和黄冠中的女儿黄英,小姑娘也是首次公开露面。 。 播出的预告李朱英说黄冠中把钱花光了,女儿知道爸爸没钱就不要买东西了。 看来是一个贴心懂事的宝宝呀。 超女黄英的儿子小九也是非常可爱。 表情永远都是萌萌的超Q。 哭起来也是萌萌的感觉会是下一个表情包担当。 红金宝的两个孙子也是首次曝光。 哥哥很帅,弟弟很萌很可爱。 。 除了以上的嘉宾按照总局的要求必配素人。 这次陈凯哥的儿子陈飞宇来带两个小孩。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火花碰撞呢? 刀妹已经非常期待这个综艺了。 但是她又又又又延期了,没有明确的播出时间。 。 刀妹现在心里只希望快点放出这些能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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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